韩国男星李敏昊的世界巡回粉丝见面会 日前在首尔庆熙大学拉开序幕 吸引到4000多名fans捧场 当中还有不少来自内地和日本的fans 也专程前去支持偶像 场面相当的热闹 正式开始之前 李敏昊也率先举行几招 分享一下他和fans见面的兴奋心情 当中的主角拍摄的战场 我没有进行战场 这两年后就会召见了 我感到期待 我昨天还没有睡觉 我都没有睡觉 所以我希望能够感到乐观 让我感到乐观 无论是歌手还是演员 举行粉丝见面会的时候 都一定要少不了唱歌的环节 李敏昊之前 就是唱别人的歌为主 不过这次他就特别推出一张纪念专辑 让fans在粉丝见面会上 可以一起唱到专属偶像的歌 自认为唱歌不厉害的李敏浩 愿意为fans挑战歌喉 真的是诚意十足呢 既然这么辛苦 录了一张专辑出来 李敏浩当然要展示一下 他的努力成果了 所以这次的粉丝见面会 就好像一个小型演唱会一样 李敏浩还透露 接下来在日本 内地和香港等地的演出 会各有特色呢 除了粉丝见面会之外 李敏浩接下来还会拍摄先剧 可以和秘密花园的编剧金言书合作 让他相当期待呢 李敏浩接下来是有特色的名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